感谢老天爷给面子 前两天阳光明媚 天空晴朗 没有耽误工作 今天回京 沈阳就下起了大雨 沈阳两个区还未解除风险 我仍然坚持出差 对于现在的这份工作 我确实是有着更认真的态度 看着登机口的位置 无疑是需要坐百度车了 不喜欢坐飞机的原因有很多 百度车就是其中之一 感觉这快要落地了 机上广播却通知被降天津 人群开始躁动 同机有需要转机的 有其他安排的 纷纷都在打电话沟通 询问着北京的情况 我自己倒是很佛系了 只要能让我今晚 舒服地睡在自己的床上 就可以了 炼金的雨也越下越大 风雨交加 夏季的一瞬间就被淋湿了 不知这风雨何时会停 回家心切的我 决定去坐高停 于是乎 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窘途之路 刚上地铁 就像开玩笑一样 雨停了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 随便被扔到一个城市 有这些便利的公共交通和清晰的指示牌 有那些询问后会热心帮你指路的人 也就不会丢 就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 车票买到了一小时之后的 那么就顺便休息一下吧 补充一下体力 这些连锁快餐的存在也会让自己觉得心安 因为你知道 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选择 就不会出错 一边吃着 一边看着天空 就这样 多云 转情 天津站欢迎你 以此意外的短暂停留 拜拜 喜欢坐高铁的原因有很多 窗井是其中之一 有位小朋友喊道 看 彩虹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我就没有找到 这位小朋友 你看到彩虹的好运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虽然这一路波折 可是却看到了如此美丽的雨后日落 你真的无法讨厌 这位叫做大自然的先生 终于到北京了 终于到家了 用温暖的灯光 布满房间的每个角落 不由自主地感叹 家真好